好接著我們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哪些食物吃了哪 攝食哪些食物之後可以提高血糖 來第一個 地瓜儲存的澱粉可以嘛 他是多糖 他會分解成葡萄糖 所以這AOK喔 然後蓮藕 這A跟B基本上一樣的 你可以寫個等於 A跟B基本上是異曲同工之妙 那C選項你要記得 我們吃植物的纖維素 纖維素是什麼 纖維素是那個細胞B最主要的成分 這個東西我們人類沒有辦法 去消化利用 只能幫助一些什麼 譬如說幫助一些腸胃的蠕動啊 幫助大便的生成 所以我跟你講C選項 這沒辦法讓你可以有吸收到 變成有糖類這樣 然後再來豬選項 肝臟 肝臟本身是怎樣 肝臟裡面不會儲存澱粉 我跟你講澱粉是專門是植物儲存 養分形成的物質 所以跟肝臟沒有關係 所以豬選項是應該是錯在什麼 就肝臟裡不會有澱粉 所以我也不會去選擇它 然後再來E選項 肌肉中所儲存的肝糖可以 它會是什麼 它也是一個多糖形式 主要是動物以這樣的方式去儲存糖類 所以聰明的你哪些方法可以獲得糖類 可以讓你提高血糖 是不是A選項 B選項 和B選項 和E選項 OK 好 所以答案選A B E